社区体育事务委员会 曾经分别在05-06年和11-12年 进行了两次社区体质测试计划 全面收集市民体能状况的数据和分析 为了继续建立香港市民的体质数据资料库 我们会在2021年再次进行体质调查 正以订立基准数据及持续监察市民的体质状况 这次全港社区体质调查 由体育委员会核下的社区体育事务委员会督导 并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统筹 我们一起看一下今次的调查是怎样做的呢 全港社区体质调查将会抽取8500名 年龄介乎7-79岁的香港居民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会透过随机抽样形式 邀请不同行业的公司或机构作为调查单位 而被抽中的公司或机构内的员工或成员 会获邀请参与调查 而参加这个调查活动是完全免费 我们希望透过调查给参与调查的人士 大致了解自己的体质状况 调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填写问卷 第二部分是体色能测试 被选中的参加者首先透过网上预约系统进行登记 接着自行选择进行调查的日期、时间及地点 以预约的参加者按时到达所选的地点 就可以进行测试及问卷调查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快捷 完成后参加者会即时收到一份体质报告 在场的专业人士还会为大家讲解报告结果 和建议运动处方 完成测试的参加者也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以多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如果大家被抽中的话 就千万不要迟疑登入这个网址进行登记 体质调查要支持 抽中参与莫迟疑